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亏了云鹤 否则你早死在了白丘链手上 师父 再给弟子一次机会 弟子定会为师父夺得于傅灵 你杀了白玉柳世安后 我从西海得知于傅灵乃是白旗鱼至宝 他虽能骑死人肉白骨 也能助修炼之人增长千年之灵力 但不可强度 只有让玉妖心甘情愿地交出来 才有效 你险些坏了老夫的计划 弟子之罪 那接下来该如何 下去歇息吧 多谢师父 给他一次立功的机会 是 不论 将军 玉罗国主战 边关恐再其争端 师父 您进和亲之势控制玉罗国 坐拥大臣和玉罗 北面称王 权倾天下 无人能及啊 只是不知 师父可有和亲人选呢 秋水楼 不是有一群县城的吗 可那都是妖啊 所以他们的死 才不足为息呀 我可以提前 给他们下好了世心粉 到玉罗国之后 药效自然发作 那时便会妖性大发 嗜血发狂 何愁玉罗国不灭呀 何人去押送 秋水楼那些妖女 万一途中 妖女们要醒发作 嗜血成魔 谁能压制得住啊 这些立民立国的大好事 必须要找那些 忠肝立坛之人呢 你是说 柳孟白 正是 可这人愚钝 应该不会做此事 于中 正是他的弱点 我的世心粉 加上他的逆鳞剑 秋水楼的妖女 尽在杖中 与罗国 势在 必得 师父传信 实际已到 按计划行事 师父 恭喜你啊 马上要为师父 立下大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宇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 主于要杀害我父亲的人就是你 说 你到底是谁 你爹当年就是用这逆临剑 与白玉决战于持古风 真是阴波循环 你爹当最终被白玉所杀 现在你又爱上他的女儿 白玉在哪儿 你为何不问问你身边的白丘链 你爹当年就是用这逆临剑 与白玉决战于持古风 到底是谁指使你和主要杀务别的 我爹当年就是用这逆临剑 对 你爹当年是用这逆临剑 你爹当年是用这逆临剑 以后来你爹当年是用这逆临剑 指使的 你当年不是都已经看见了吗 我父亲当时有捏铃剑在手 要不是咒了红雀灵 怎么会轻易死于于妖之手 你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呢 中途而死